好嗎?現在沒問題了 蛤? 哈哈哈哈 好嗎? 沒問題 總之你可以看到這些 電腦科技 你可以看到年代 你可以看到人家用什麼郵箱 你就知道 它是什麼年代 有沒有人會繼續更新 我有些人就是 死定了 有些人是很中心的 現在還在用Yahoo 那些 現在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用什麼Gmail 全部幫了Google 很多都是這樣 其實Gmail 我都覺得一般 為什麼 Gmail 會跟你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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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郵件 重要的郵件不等於所有 他有時候會跟你在這裡 懶惰 歸類 你通常很 正常的重要郵件 放在搜索 上層 通常一般人 就不會按所有郵件來看 就這樣看 今天好像沒有新郵件 其實 他的懶惰是低能的 有時候有些朋友 發東西過來 他就會 歸類所有郵件 不會把你變成重要郵件 那你就不知道 你不會知道他發了過來 或者有些重要事 公司 你公司 有時候你下班 你的同事 發電郵給你 他不是發你的公司 發電郵 發電郵 他就 有時候幫你自己 放進去 垃圾郵件 對 可能他自動覺得公司的 垃圾 還是怎樣 看起來很奇怪 還是怎樣 會自動跟你 即是說 明晚要去哪裡 記得銀行 交錢入帳 提醒你 因為他可能當你是詐騙 或什麼 他會自動跟你說 垃圾郵件 廢話 總之 你是很容易看漏 Gmail的介面 我覺得 也不是很好 結論又 沒有什麼特別 如果你說有個郵箱 我一說 你肯定又說 狂鬧 你有沒有用過什麼QQ遊箱 QQ遊箱多厲害 Q遊箱厲害 厲害在哪裡呢 你們通常第一時間 我猜你們現在就在說什麼厲害 就是監視 監視 對 的確你打某些字眼 就會說什麼 含有不當字眼 那你就記不出 但他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他有一個超大附件 不知道可以發出幾 1G 還是最大2G的E-mail 通常一般 油箱 最多是 Google 這樣才算 什麼附件最多 不知道是幾m 好像不能大 10m 就已經不行了 但是 那個QQ 油箱 就是會有 超大附件 我都猜到 肯定每個人都在說什麼 什麼打手 要不就狂鬧 我是很客觀的 你知道嗎 你們就完全不知道 Gmail呢 總之我覺得不太好 那些什麼 我對比下去 我對他 差一點 差一點 好 來了 有人說 如果油箱沒那麼大 都沒有用 你發出幾張 不是的 你QQ的油箱 就算人家沒有收不到 你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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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地方 是有什麼中轉站 還是什麼 人家可以照樣 下載到 是有這個 Gmail 就沒有未讀 油箱 這件事 Gmail 就沒有未讀 所以有時候 你太久沒有看 一堆 那些 你都很難說 不如全部都拿出來 那樣 那樣 就是我全部未讀 和我 龜律 弄出來看 你又要逐個 在一個逐頁揭 未讀油箱 你看到 有一封 那你揭了 前面頭兩頁都沒有 那你就要 逐頁逐頁 在那裡找 找 好 好 除非你有指令碼 那些 懂得 曲 還是怎樣 你又可以這樣 你又去找 他好像有 他有教你 還是怎樣 你要打指令碼 去整理 還是怎樣 拿出來 那就麻煩一點 這個就是 Gmail 也有個不好的地方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沒有一個油箱 絕對是好的 暫時沒有一個 完美的油箱 如果是你現在聰明 又是 是時候立刻做 研發一個 新油箱 你又可以賺大錢 就好像那些什麼 豬伯 立刻做個Facebook 你做個什麼 mail 嘩 全部混淆 全部 契弟 贏了 你可以發出一TB 的email 啊 什麼都分享到 又可以 一發完 別人還沒看到 你不like 那些油箱 又可以自爆 那些什麼 有計時炸彈 那封電子油箱 幾秒後 會立刻變成 黑色的東西 過一段時間 這些我 包補 包補碟 又可以寫密碼 什麼 下一些標誌 真的要 那些人知道 你發一些秘密 油箱 要大家知道 暗號 解密 我說 這個油箱 肯定發眼 說實話 又有中立保證 說實話 你是香港的 保持 肯定不會受到監控 怎樣怎樣怎樣 的話 就OK 了 咳 好 TEDMail 可以 我們現在開始做 可以發 10TB 我們集資 做一個最強油箱 10TB 現在Gmail最多都是1G 我們每人有10TB 可以這樣發 極快 有了剛剛那些自爆系統 已經夠做 已經很吃勁 那些人 已經是舉國震撼 我告訴你 讚 好 來 什麼恐怖分子 這封衣 我所謂的計時炸彈 就是 一小時就會變成黑色 一批東西 沒有了 你就收不到 那些東西 變成什麼 啊 那就最好 用Kickstarter Kickstarter 你已經說了一條 沒用 那些人 那些人 鬼佬一看到 說是 立即抄圍了你 你收了一檔 你還擊什麼 Starter 啊 開始鬼 Kickstarter 就幫人 Kickstart 那些 那些 Google一看到 就馬上自己做 對 人家立即扔錢 人家的伺服器 在那裡 什麼都在那裡 又成 馬上KO你 對吧 還給你 Kickstart 咳 咳 咳 總之就是這樣 你們用哪個 郵件 你們用哪個 郵箱 公司的郵箱 更廢 垃圾 很少公司的郵箱 通常公司的郵箱 是極容易收爆 郵箱 又是收不得大 郵箱 垃圾 DK說什麼 第一場贏了一比零 當我們輸 申請專利 每個人都用Gmail 大學郵箱 也不是很好用 很小 Yahoo Hot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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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ail Yahoo 也有 Hotmail 現在都不一般 你可以隨時放棄 扔掉 很多 廢邮件 還有什麼 大學 通常都是用這些 還有什麼 E-Class 中學 有這些 古靈 古靈 什麼 City Student City 什麼 都類似 後來沒有人用 Education City 我不記得了 還有一則新聞 就是台灣 台灣有什麼新聞呢 台灣有什麼新聞呢 有對情侶的看戲 看電影 然後就給錢 選票 選哪一部電影 坐什麼位 然後就收銀 兩張票 成為你 不知多少台幣 好像是台灣 之後 那個男生 這個情侶的男生 就在這裏 就在這裏問 這個收銀員 問這個收銀員 就說 喂 兩個人 就 三百台幣 三百六十七台幣 那他就說 那一個人多少錢 就是他分開計 他意思就是 不如AA制 就是 問清楚 一個人給多少錢 他就 那他就 這個時候 那個女生 情侶 那個女生 就馬上說什麼 覺得好收家 他說什麼 好癢 他說當日排隊後面 很多人 他還慢吞吞 還在說 一個人收多少錢 這樣 他說好癢 於是他說 他在銀包 就拿一張一千元台幣 就埋單走人 這次事件 惹來很多人在討論 台灣的討論區 就在那裏狂說 狂談 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撿到 我三年前的男朋友 我飛了他 因為他這麼懶惰 有些人說 有什麼問題 這樣算 他說 很正常 關關真真 這樣算 對吧 有些人就說 情侶這些東西 一個人先給 你之後要算 就自己算 不要害到後面的人 這樣 有些人還有說 為什麼你這麼不喜歡他 你就直接在他的銀包 你女朋友 直接在男朋友的銀包拿一千元 扔出去 對吧 當然 有些人說 普通朋友都不會計這些 有些人說 男人的臉 即是 那個面子 都被他刁光 這樣 就有很多人討論 我想看你們怎麼看 你們拍拖 是不是這樣 肯定不是 立刻在沖大頭 很貴 很多朋友就很窮 不要說很窮 不是說很窮 上班也有錢 也不是說低收入 但是 不知為什麼錢 用得很快 沒有了儲蓄 明明沒有錢 他一定要在女朋友面前 死衝難衝 他們會這樣 你們一定是這些 例如 我有個朋友 沒有錢 他會問 他會問我 借錢 借錢做什麼 借了很多 借過幾餅 我初時要江湖救急算 借出來 老死 我通常都不會 我可以送江 立刻給錢 沒所謂 說不定 怎麼問原因 如果不是太大數目 我就給他 後來我就知道 他借了錢 我沒有問他 有一天 他突然打電話來 問他 你懂不懂教什麼 LCD電視 他說什麼教台 他不懂 然後我說什麼 你買電視嗎 他說 剛剛買LCD電視 送給女朋友 我一聽到 那些什麼 好像周如偶血 原來借錢 他要衝大頭鬼 買LCD電視給女朋友 神經病 那些女朋友 現在還在一起呢 當然不在一起 很愚蠢 當你水魚 然後再見 真正 真正的女兒 怎麼會 無緣無故 讓你肯 付錢買LCD電視 如果那個人真的喜歡你 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覺得貴 都不肯收 大哥 一部 一部LCD電視 他衝大頭鬼 借的數目 肯定不是買LCD屏幕 你們不用在那裡 喊喊喊喊喊喊 我什麼小器 那些 他肯定是買 40寸 好像是LG 我印象中應該是LG 即是不會說是太 即是不算是最好 但肯定不是那些雜貓 什麼大陸 什麼看街 那些雜貓 那些雜貓 起碼都 都 都五位數字 不用問 你們肯定是這些 我個人就覺得他問 什麼 即是他買票 一個人多少錢 我覺得他蠢 就蠢 就蠢 他自己心算 一個人多少 那你扔出來 就走開 你馬上給了自己的份 走開 即是如果你們的 話柄是說 那個男生 阻礙著後面 的話 他馬上把自己的錢 跑掉 算快一點 那就行了 他是錯在感 因為 好像那篇新聞 有說到 他不知道 拿手機 按算數機 按慢吞吞 還是怎樣 什麼好語 女朋友覺得好語 我又不覺得 有什麼好語 算清楚錢 有什麼好收家的事 算錢 就是 正正常常 我沒有什麼 你最多可以說 他不是很大體 又未至於說 什麼好語 你可以說他小器 不聘請你 但我又未至於說 什麼好刁念 我又未至於做到這樣 有時候 可能是禮英那些吃飯 都是這樣 賣單 一人幾錢 都來拿小器 按吧 有什麼出奇 啊 咳 咳 好 對 小心 有位兄弟說 我出錢買電視 究竟是 誰才是真正的水魚 是達叔 還是我朋友 我當然是大水魚 因為我太好人 就是這樣 但是我 我義無反顧 我為兄弟 就是這樣 但是我 也不希望我兄弟 愚蠢 就是 那幾筆東西 那些兄弟 自己拿去投資 或者賭場 才算 我都會覺得 噢 下次不要 但是他就送 一部LCD電視給 那條 就是 玩他的女兒 我就覺得不值 扔心 扔蠢 我寧願自己拿去賭 亂買 人中之龍 好像敵機 輸了一千萬 他都說很開心 在WhatsApp 我說耶 輸了一千萬 是吧 你明明是道理的 你覺得那些東西不值 是吧 你不是 你有時用錢 賭錢輸了 你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用在那些 你完全覺得 厭惡的地方 你就覺得 傻 一句 白癡 好 咳 咳 小心 他說你都想要LCD電視 你問你的兄弟 你們 扯開話題 我現在是想說 你們肯定是這樣 衝大頭鬼 你們肯定就不會 噢 看到女生 你約女生去看電視 女生不給錢 你就馬上 你就馬上 暗瀆 咳 紫色黃年 就自己 暗瀆 扮大方 不算 心裡 你自己想說 為何這個女生不給錢 怎樣怎樣怎樣 不會敢說的 你們就 自己心裡 在那裡 Giriguru 不會說 喂 這些是要給賣 不過看一場戲 是很少的 這些東西 很少錢 沒什麼所謂 這些 但是我這些 看情況 你看 你說 你說什麼 LCD電視 這些是瘋 他在那裡送這些 我朋友就是一個 低能的例子 看電視 沒什麼所謂 暫時請一場給 你認識女生 你給很少錢 沒什麼所謂 小事 但不要像我朋友一樣 認識女生 我送一部 LCD電視給你 LG 40寸 兩三皮 我不知道 那時候的價錢 幾年前 不是現在這個價錢 4年前 4年前 好像4、5年前 這件事 請吃飯 就算是吃飯 就算是吃飯 我想也很少 說真的 我有時候也沒什麼所謂 你可能請女生吃飯 四、五百 才算 也OK 四、五百 也貴 可能 鋸到一塊扒 也行 我覺得也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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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孤寒 有時候 這件事 可以和你們分享 有些人出來玩 很孤寒 一毛不拔 神經病 你和那些人玩 你就會不開心 不是說 你出來玩 就要花錢 這個 我很有印象 有一個台灣 有一個台妹 教我 她說出來玩 就是要逛 例如說 你去旅行 當去瑞士 才算 如果有錢剩 你當然會說 不如買一隻瑞士錶 瑞士錶最出名 香港買不到 在瑞士 你買不到假的東西 你不會買到樓的東西 那你就把一隻 出來 你就會覺得 我留為紀念 或者有什麼博物館 要給多一點錢 進去 那些 你都會想 上去給 你都會覺得 難得來到 難道 在樓下 看看算 不去嗎 有時候 這些就是要這樣 應洗得洗 是一個 要自己拿裂 但是有些 傻的錢 買電視給女兒 這些 我稱之為一個很傻 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那個又不是談婚論嫁 你去到未婚妻 可能你買電視 我都覺得合理 我將來一起用 但是那個我 當時我已經知道 已經沒有了 我一知道她買電視給女兒 我已經知道 已經扔下屎 我那幾筆 好 當然 你說朋友 她借你的錢會還 但是很多時候都不是 很少人會主動還錢 要不然銀行 也不會收 收爛數 也不會 那些大耳洞 那些大耳洞 追數 是會在那裡 你看到那些劇 也會在那裡吐 那些人 喂 蛇仔薇 我差 那些數什麼時候還 又跑 又跑 做什麼 急急去哪裡 你就知道 真正的人 現實世界 不會很主動 不會很主動還錢 為什麼那些人 這麼主動還錢 銀行 就是那些工樓 你一斷工 你立即拜拜 整棟樓沒有了 就馬上 乖乖的狗 哇哇哇 每個月 夠足 就馬上還錢 你朋友借錢 你不會 他沒有任何抵押品 哦 你借 你想問我借錢 黃狗 好 拿你的房子來 不會這樣 朋友 不會這樣 可以 拿去 他說 兩協插刀 立即給他 那黃狗 就不會 黃狗 我剛剛借錢 就不是黃狗 黃狗 也不會做這些事 黃狗很少借 都是借 十幾二十元 一百幾百的吃過飯 就不會借大數目 因為黃狗不會這麼傻 買電視給女生 黃狗不會做這些 蠢事 好 有智能的人 也不會做這些 可惜 是否要試驗 是否要試驗 有多少人買了很貴的東西 試試買給女生 結果女生飛過來 OK 現在馬上 自己主動投案 好 好 刮下去 好 輕輕鬆鬆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什麼 神經病 我不會 從來不會這樣 我不會 除非我很有錢 就會 但你問 你問兄弟借錢 去衝大頭鬼 去 去 女生 就愚蠢了 我覺得 你自己用自己的錢 去衝大頭鬼 沒什麼所謂 人家有權利 我管不了 不關我的事 但有些人 是會這樣 可能 你進入社會 久一點 你就會知道 有些人 我想駕駛 做一輛車 接女生 買一輛車 再女生上班 下班 下班 還有些什麼 請他吃四季 燭光晚餐 等等 學生時期 哪有這些錢 你大學生 當你回兼職 就只有幾千元 你又要平日花費 你上四季做燭光晚餐 都給不起 好 好 來了 咳咳咳 咳咳 好 給了出去 有人說什麼 又想溝女兒 又不想花錢 收皮 不是 沒有說過 不是說溝女兒 洗錢 問題 現在是溝女兒 但是是洗兄弟錢 這才是問題 這樣就有問題 你拿 兄弟消磨 就是 你覺得有情 你在欺騙你的朋友 你現在在利用你的朋友 不是說你 追女兒洗錢 追女兒洗錢 很閒 就算不要說 追女兒做什麼洗錢 你也很閒 你花自己的錢 有利 你喜歡買什麼 買 買 買魚蛋吃 沒什麼所謂 好 總之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這樣 來了 DK 剛剛我問 叫你們主動投我 沒有人敢出聲 又是發現了一個突破盲點 我發現 如果我一說到什麼 那些事情 突然間沒有人敢回答 通常沒有人敢回答 平時很流行 包咬頸 說什麼 你你你 我一問 有沒有人試過 是這樣的 借朋友錢 是 啊 就是 甘女兒 或者是怎樣 或者送很貴的東西 給女朋友 最後那個女生是飛了你的 正常呢 如果你們是 身家清白無犯的罪名 很多時候就說 你拿那塊桑 真的很輕跳 那時候 那個語氣就是 看到在自女行間 看到你們在那裡 稀笑露罵 就是在那裡 和 輕鬆的氣氛 但是剛剛那時候就沒有了 一瞬間就突然很嚴肅 我就突然感覺到 氣氛不紅了 就知道有很多人 都是拿個屎 中個招 好 不要緊的 就是 年輕 年輕的時候 犯錯 不要緊 啊 最重要 浪子回頭 自己知道錯就可以 啊 好 來吧 咳咳 咳咳 總之大家知道這件事了 這個新聞就是這樣 那些人在那裡 吵得很厲害 就是 因為這些小事 放了上網 現在就很流行的 現在很流行 就把這些東西放上網 之後就 這些是很瑣碎的事 放了上網 就會變成一件大事 大到好像國家大事一樣 就是每個人都在討論 啊 有人說什麼 幫朋友 無所謂 喂 如果有個朋友叫你 賭壞人 你可不可以幫我賭壞誰 你是不是會賭壞 幫朋友也要看 你這樣害了他 你知道嗎 你令他泥足深陷 他就能借錢 他一次 然後他又再借 傻豬 你知道嗎 我朋友說 借錢給我去賭 你是不是借給他 你朋友說 突然間是 惹想不良惡習 要吸毒 然後問你借錢去 賭白粉 那你是不是又借 對吧 你要想清楚 大佬 你要理解動機 知道他 他做些什麼 賭白粉 借給他 好 好朋友 先轉個遊戲 這幅圖是 蕭會依兄弟所畫的 Time to change teammate Thanks EveryGames 請等等 是時候轉個遊戲 先